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卉邦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次我们就说说这个欧洲 有得震没得睡 但是他们还是 就是这么说 如果你是被判刑的话 很多人就比较极刑 都是等的 现在他又不是 现在他就等下一步 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欧洲媒体都说 为什么不动作呢 他在中国搞什么 要么你就动手,要么就不动手 你现在说暂时不动手 那怎么办 都是这么说 一个人其实不怕判刑 不怕去 你如果真的赴刑场的话 那已经是定了数了 最怕就是源在空中 那些利器源在空中 究竟会跌下来呢 所以现在他们就很担心了 欧洲也是要对中国电动车 实施重关税 那当然 是不是贸易战呢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 首先是欧盟动手 但是中国后续的东西 暂时未看到最具体的东西 那当然他们说 中国是一年寸反制 别着 今次这个呢 你可以说反制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也是承认行业的要求 等于我们之前说 你的与製品 你说什么反制的那些 但是他们的行业真的要求你要查 其实我觉得反制 也是欧盟说到 好像中国好像很忌仇 但是 就算记不记仇也好 中国的业者有没有权要求国家查 有嘛 那你也说你的业者查 那他们查有什么问题 原来 他们就说 最早推出叫做 伯拉底傾销调查 终于有结果了 中方判定 欧盟有傾销的这个行为 但是暂不开罚 慢着 暂不开罚 反而他们害怕 不知道你下一步是怎样 如果你放在中间的状态 他们就不知应对是怎样 不知应对是怎样 可能就一直都不开罚 但是 更多的欧洲媒体会认识 会否在谈谈 怎样罚 其实最怕下一步 就是重罚 重罚的话 当然 支持 是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法兰西 就应该最惨 买了东西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 当然 你小朋友肯定说 这是中国对白拉底发动的报复措施 但是他还没有开罚 还没有开罚 我觉得 报复措施反正 国内有业者要你查 国家也要回应 对吗 梁法国 国家干涉事务局也发出声明 就是 其实呢 我们只是 只是中国 佔法国干的白拉底出了百分之二十五的 被罚的话 可能会 现在他觉得 暂时不罚 下一步可能就收你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关税 这也不是很厉害 澳洲还厉害 百多都试过了 你试试我们当时的痛 所以 敦促欧盟当局 马上要与中国磋商 不要 等实施之后 才去做事 但是冯德罗欣就说不行 他第一个反应 他不是说要磋商 不散 不符合 你这么硬 有没有说了 有没有这个不信 不符合 有没有说了第三个 去世贸投诉 你怎么知道的 真是的 三部曲这些走得掉吗 不用担心 遇到你就是这样的 澳洲也就试过这样 等了你几年 一拖可能拖你十年八年 真是没脑 冯德罗欣就说 对于中国调查结果 是不是公平我们 是抱着相当大的怀疑态度 也不符合启动反经销调查条件 欧盟将会根据 世界贸组织WTO的规范 是吗 确实是 他确实是世贸的 是吗 是吗 我觉得也是冒补于事 不如你跟他 不如他很懂事 他逗一逗 在欧洲出口商 权益受损时 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当然我相信就是告中国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对于欧盟的预製品 进行反补贴调查 对欧洲的猪肉 发动反傾销调查 其实这三样东西是书华的几个王牌产品 赚了很多钱 以及对欧洲干入白拉底进行反傾销调查 中国亦会对从欧洲、美国、日本、台湾地区进口的 最最夹权权料进行反傾销调查 为什么说这个干入白拉底 因为他回顾量 当然你说很少钱 不是啊 法兰西呢 当然你说没有了四分之一市场很小事 你也可以这样说 真是困难了 没有了四分之一 这是在欧洲的报纸说的 因为他们很喜欢说 其实他们学了老师 很少钱而已 回来吧 路朝 你没有了四分之一的patreon 你有没有觉得很多呢 那他现在就是降价了 那就是在乎 四分之一是一个大的数目 是一个大的影响 其实现在他也说的降价是因为 有些人就是退 因为你说如果是看你 我不如看封传媒 和看三立和自由时保 真心说的 你也是抄抄共而已 是不是 你抄抄共也不要紧 说真的 网台也是看其他新闻 不过你也要终合一下 对 都不用脑的 学了那些翻译 是吧 都不用脑的 原来根据中国走业协会的申请书 他们说到清清楚的 就是中国巴拉底市场的需求 在19年到2年期间保持较大规模 虽然有所波动 但是前景依然看好 去年1到12月 巴拉底进口量就有成 4,330.09万升 同比增长15.4% 进口额人民币是124.14亿 同比增长33% 进口量99%来自法兰西 来自法国 但是 欧盟巴拉底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增长 初步显示已经存在傾销行为 初步估计傾销的幅度是15.88% 商务部在调查中已经充分 保障各离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 并且完成登记认数 抽样 问卷发放和搭卷回收等程序 立案后 立即有140多间欧盟企业和行业协会登记认数 另外 商务部 当然 这些听证会也是有的 有多大的品牌 就很害怕的 不是害怕的 也要考驾驾 不是开玩笑 好像 人头马 均道集团 还有 就是 保洛力加集团 还有 就是 LVMH 就是路易铭圈 就是LV的母公司 因为它也是有其他的 奢侈品 就是 一些贵一些的走卖 这家公司买很多贵的东西 这些公司的股价 当时受到影响 其实一听到之后 就是当时判断的时候 人头马 均道的股价 一声跌了百分之十几 十二左右 法国干一 巴拉底协会 他们就说 我们愿意和中方合作 解决是争端 并且相信他们产品符合中国 和国际的法律法规 五月的法国国宴上 选用了两款干一 巴拉底 就是在漫言开始之前 法国总统也向媒体宣布 在中国针对法起反傾销调查 得出结论之前 不会对干一是征收临时关税 那他就比你们欧民好得多 而且暂时 这个真的是君子协定 暂时说过不收就不收 不像你们 对吗 他就不理得你这么多 说搞搞搞 究竟之后有什么后续呢 现在他们就有得浸没得睡 近期好像也有欧盟国家令放宗 我们之后会谈一节 反正 看回去年 这个进口额是17.5亿美金 你记住 17.5亿美金90%是法兰西 是法国人 刚才说的三大公司当然是害怕 99%可以说不要 他说出口额25%去中国 即是他整个出口量 是的 那你没有了四分之一 看一看没有了四分之一 也有十几亿欧罗 那你就可以补回十几亿欧罗 给那些业者都可以的 怎么会呀 是 你们又会老奉吗 你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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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说他人之外 你叫他補贴吃吧 或者是唯美国马首士尖 不像谭文豪那样的马首士胆 对吗 更深 另外一项数据也看到 也表现了中国消费者 其实在巴兰迪的消费上 也算是财大起操的 这不是我说的 是法兰西的雜字 中国进口热酒消费中 近80%是贡献给干一 或者是亚文一 亚文一 即是高端的巴兰迪 比例是远超其他品牌的 数据也显示 为什么人头马轰道这么惊 因为他的年收入 有11.94亿欧 路易明威 他们有31.41亿欧 马爹里 好久没听过 马爹里的母公司 刚才我们说的 布洛力家 没有推露他的数据 没有了这三大洋酒 是不是没有干一喝酒呢 那也不是的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有的 都是那句 你说的那些东西的确够世界的酒 是起码历史地位好 还有有面子 但现在中国人的消费观念 也有所改变 也是冒实了很多 决策也是有多的 是的 不当然说 这个 你们那些不够 你出名 如果要看价值 如果你夸张得太厉害就算了 其实中国早在两世纪前 已经有本土的巴兰地 早在1896年 章粤就已经让造出 是中国第一平的巴兰地 1914年正式上市发售 叫可兰巴兰地 1915年可兰巴兰地 亦奪巴兰马曼国博兰会的金奖 这样说 当然近年来 进口巴兰地纷纷涌入 进一步造成了市场分化 令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是国产巴兰地行业的竞争 也是厉害的 而且参加的人也多 因为中国真的很大 它有些地方都适合的 当然你说 历史的话 事实上 亦是他们的历史是长一点 这个也没办法否认的 但是有时候 你知道吧 有时候没办法 好像澳洲龙虾 没有其他龙虾 像古巴和新西南龙虾 澳洲也是 对 那时候就被其他国家 抢了市场份额 你知道张与葡萄酒 和马来星亚有些关系吗 不知道 你们有家是否叫南屋 在金马伦 南屋好像在槟城 张拔氏 在马来星亚谋生的 张拔氏 记得 他不是有家 好像南屋在槟城没有记错 张拔氏 曾经被称为 在中国的洛克菲勒 他 当然 他曾经是南洋首富 张宇 就是张拔氏 所以 他和马来星亚有些关系 因为当时 大家知道 很多中国捐助革命的 有钱人都是来自大马 张拔氏的故居 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金城是Georgetown 南屋 对 没错 当然 因为张先生 那个年代 亦有很多 怡态 他有浅度 你知道为何他是 蓝色 因为他亦有些功能 亦有些功能 所以被称为蓝屋 那里有38间房间 五个花光银铺庭院 七座楼梯 和220线 白木的白叶窗 他就是广东人 亦是当时 可以这样说 是马来星亚第一豪宅 用的钱 比当时总督用的钱更厉害 所以 他当然捐很多钱回到中国 你知道 孙中山也去过大马 没记错 没有到处去的 对 对 东南亚 以前那位黄友 问 东南亚的人 怎样碰中国 你看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而且身份也不像台湾地区 是的 这个真的是 你知道 马来西亚好像也有日治时代 没有记错 对 有 很短 他也有日治时代 也有英治时代 但就好像 没有人叫龟英派 说真的 当然没有 当然是自己说是最好的 龟什么英 很重 这个就只有淡少 反正 你说张宇在世界上 跟刚才说的三大品牌 还是有差距的 不说这些 其实还有很多国家 都有干溢和巴拉底 是吗 你说是否完全不能代替 那又不是 当然法国酒 它贵的贵 再有历史厚重感 这些也是 这是很难在短期内可以累积到的 这是事实 是吗 对 我相信 如果真的贵 大家都保实一点 还有其他酒可以喝到的 好了 那么今集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